嗨 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介绍这一门课程 那因为这个计划办公室的要求 所以我们可能依照办公室所给予的这个 成果发表的一个纲要来进行我们接下来的一个说明 那这一门课程叫金融大数据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包含一些课程的安排的一个介绍 那当然也包含一些课程的内容 还有就是我们后续的课程的规划 以及相关同学的一些成果 那我是本门课程的受课老师王真淑王老师 所以接下来我就来进行我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说明跟报告 那首先今天报告的一个纲要就是包含了 我刚刚提到的课程的一个背景 以及我们提这个计划的一个执行的一个方式 还有就是一些相关同学的一些成果的报告 那最后也有包括了一些我们自己在录制过程当中的干苦谈啊 还有一些心得的一个说明哦 那也提供给未来如果有想要录制相关课程的老师 或是参与课程同学作为一个参考的一个依据这样子 那首先先开始说明一下我们的课程 当时为什么会发想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其实有几个想法是我在教授金融大数据这一门课程也已经好几年了 那教授的过程当中总是发现说同学好像说完这个课程就不知道 该怎么应用于他的日常生活当中 又或者是说如果我们只是教大数据分析的一些理论 那同学如果没有去操作的话 他可能其实很快就会忘记 所以当时我们的第一个想法是说 好那我们就来录制一些课程是关于这个金融大数据 或者是大数据的一些应用跟分析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录了一些某克思的课程 那执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也开始就发现说 可是有的同学他可能会是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录制影片的时候速度比较快 好那他可能没有办法跟得上我们的进度 那加上如果是线上课程 其实我也没有办法看到同学的反应 所以可以暂停或者是重复多讲好几遍 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我们就有了一个线上接接线下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可以透过直播的方式 来作为一个补强的一个补救教学 就是同学他可能看着我们的线上课程 看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可能发现说 老师我很想问你说你的这个操作 他可能是什么地方应该要按什么地方啊 还是参数的设定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有加开了一些直播的课程 那这学期我们把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 那在影片里面可以看到我们把它分成前后两段 在前半段的部分考虑到这个录制的品质 所以我们是在课堂之外我又再额外录了一些影片 然后把它作为一个补强的方式放上去 所以他的录制方式是我额外再去录制的 后来发现这样子其实一来是比较费功夫的 二来是觉得好像比较没有上课的临场感 所以后来我们是跟着课堂上去做录制 那当然也包括了说 我们在课堂当中有聘请了一些讲师喔 比较不容易聘到的讲师来进行一些演讲的分享 那这些演讲的分享我可能就没有办法请 夜师重复讲两遍嘛 然后课堂上讲一遍 然后这个后面为了这个课程的录制又再讲一遍 所以我们就是进行现场的收音跟录制 那发现说效果其实跟额外去准备录制当然不太一样 可是也有达到不一样的成效啊 可能较有临场感 所以这是我们当时去申请这个计划的原由跟目的 那后面也感谢办公室的支持跟一些意见 所以我们成功的把这个课程录制完成 然后也应该会持续的去上架当中 那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 其实大概会经历大家投影片上看到这些阶段 在整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除了比如说各种数据分析的概念工具的一个介绍 那也介绍它的理论的方法 所以这大概是一般课程里面都会包括到里头的 那比较不一样的事情是 呃我们想要挑战的事情是 用线上课程来教实作这件事情是不是可行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实作这种东西 比如说教人家煮饭啊 或者是教人家操作电脑 组装电脑 操作软体这些实作型的一些课程 如果我们是看录影带 或是看影片 跟你实际有一个老师在你前面 他其实是应该会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想要挑战一下这件事情 可是 呃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有价值也值得做 是因为唯有这样做才有机会大量化 或重复的一直扩散出去 所以我们也努力的去做到这一点 那最后最后其实我们都会希望 呃我们都有留一些问题 让同学去反思说 呃透过这反思 你才有机会去把学到的东西内化成你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课堂最后都会留给同学一个问题 是你觉得可以怎么样把这些数据分析的方法 用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然后慢慢的他可能就有机会去内化这样的一个学习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希望能达到了啦 虽然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最后是不是有做到 不过我们有努力了齁 就是希望能够达到这些 呃教育知识的通事化 就是即便你没有基础背景 也都可以听得懂你在说什么 然后也有比较进阶的课程 所以是可以见进式的 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再去 呃把这个比较进阶的部分完成 然后最后是透过实际操作 把它实际应用在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找的资料集都是 呃比较贴近生活当中的 这大概就是我们的整个课程的安排 那整个课程当中有大量的作业 我们呃本来好像有7次的作业 后来我们把它缩减到6次 因为呃后来真的作业的量蛮多的 所以其实总共也只有18周 扣掉期中期末跟第一周 所以其实如果只有15周 平均两周同学就要交一个蛮大的作业 呃对同学都顶级也蛮重的 所以后来我们又把它稍微做一个缩减 那再来第二个是 所以我们也有大量的业师 哦来呃跟我们做一些比较实物上 目前最新的这些呃数据分析应用技术的 一个实物应用的案例 哦让同学了解 所以这大概是我们课程的安排 课程的一个规划 那接下来我来说一下 我们18周是怎么进行的 也让对这个课程有兴趣的同学呢 未来如果在修这个课程可以呃 或许你可以挑着去看一下 那这个课纲其实当时因为配合业师 或者是说呃配合主题 我们有做了大幅度的调整 所以要感谢办公室这边也让我们做了 呃一些的弹性的一些呃调整的措施 这课纲真的改了非常多次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一开始就是先介绍 所谓数据分析他是在做什么事情 那每一周其实我们都有再加了一篇HBR的文章 哦就是那个哈佛管理评论的文章 是因为我觉得哈佛管理评论的文章 他其实做了非常多 嗯呃就是非常多的大师 他在上面有发表他的观点 其实文章都不长 但是寓意都很深 那呃不同阶层的人来读他都会有不同的收获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同学可以读完这些文章之后 就大概知道说 哦原来大家在这些问题上讨论的议题是什么 然后可以读一些好的文章 然后了解数据分析的应用的可能性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第一周就是 去讲了数据分析的一些应用 那我也在这周分享了一些 产学的经验这样子的第一周的分享 那第二周我们就开始教同学去安装Repeed Miner 我们的工具选择是选择开放源的软体 主要还是考虑到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取得这样子的软体 那也考虑到他的透通性 可能有的人是Mac 有的人是这个Windows 各种不一样的平台 那也想说让同学不要写程式 就可以去做数据分析的学习 所以我们就是选用了Repeed Miner这个软体 还有一个是WeiKa的软体 那Repeed Miner是由我来录制 WeiKa是由助教来录制 所以其实这个课程的录制有非常多的人 非常多的人投入在里头 那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 就是让大家可以有不同的这个学习的Style 你可以看看你比较喜欢哪一种方式 好所以在第一周里面我们就是使用Repeed Miner这个工具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整个分析它是流程化的概念 然后怎么样把资料汇入 所以我们给了大家一个信用卡评估的一个数据集 那数据集的选择的话 我们是以Caggle或者是UCI上面的公开资料集为主 一来考虑版权 二来其实上面数据集比较贴近生活 那因为我们是金融大数据嘛 所以如果可能的话 我都会尽可能选择跟金融相关的一些资料集 来让同学的能够作为是一个应用的一个实例这样子 所以这是第一周 那第一周我们就大概就是在 我们大概选的Slogan都是比较贴近实施 让大家觉得比较活泼一点 那第二周就是就开始进到资料分析里头了 在资料分析里面第一件要处理的事情 就是数据的前处理 所以在前处理的部分呢 我们就会有缺漏字啊 资料的格式的转换 文字转数字 数字转文字 或转日期这样子 所以就是会有一些这些资料转换 以贴近你要使用的演算法 可能用回归 或者是用后面会介绍的分类 关联等等之类 他们都有各自适合的资料类型 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资料转换的一个原因 好所以这边我们就是 除了我们自己录制的课程 那我之前有提到我们有录制的一些摩克斯 所以我们也分享了这些摩克斯的影片在网路上 让同学可以做参考的依据这样子 这个是我们的第三周的部分 那再来到第四周的话 就是我们就会去讲到分类 那这个是所有的课程里面都一定会提到的 就是跟分类有关 一开始都会先讲建筑式学习 也就是所谓的分类的演算法 那有可能是会讲决策数 也有可能会讲回归 那我选择的是先讲决策数 原因是因为决策数的话 他的这个数状一画出来 同学就会很有感 就会觉得说 哇这个很快就可以把这个决策数画出来了 然后就会非常清楚的知道说 这个用这个软体操作可以 可以画出决策数 他就是一个一条一条的 然后就是一条一条的规则 让电脑可以follow 那这边我们有介绍了一位 这个蔡昌宪老师的影片 然后让大家可以观看 因为他里面就是去讲到 有关于一些 财经的分类模型的分析 我觉得蔡老师讲的非常棒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这个影片 然后再来往下的话 就是也是分类 但他就是用不同的演算法 所以会有深度学习 现在最好深度学习 背试哪一部背试 还有所谓的回归分析都会在里头 那我之前提到的 会先讲回归 是因为他是数值 而且他比较容易可以就是 看到他的这个正确率 贴近的一个状况 那我没有先讲回归的原因 是因为我怕 那同学会被数字 就害怕这个数字的部分 所以我们先讲数 先画了一颗数 后面这边就可以看到 会不会放程式 我是把它放在比较进阶的地方 我刚好有点反过来 所以大家也可以稍微再去看一下 那分类的部分 大概就到这边就结束了 那接下来我讲的是另外一个 就是集群分析 那为什么我就进到非监督式学习 那为什么先讲集群分析的原因 是因为集群分析里头呢 他可能是可以先去做到的是降维的这个动作 就是把可以目前比较多的使用是用来做降维 那第二个是用来做分组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很适合同学先作为了解非监督式学习 就是了解集群我们把它分组了 然后去了解每一群它的特性是什么 那特别适合用在大数据分析 是因为大数据就是数据量很大嘛 所以要进行这个监督式学习 它的运算时间等等都会有点困难 所以非监督式学习慢慢也开始起来了 所以我们就讲到非监督式学习 就讲到集群 那这边有介绍了一篇文章叫小数据 其实小数据就是用来会觉得很特别 对不对为什么在大数据里面介绍小数据 因为小数据里面就是在强调我资料的深度 所以我们用了集群分析 你可以去探勘这个这一群的特征值 所以在这边我们介绍了小数据这一篇文章 好那接下来就是讲到不平衡资料的处理 那不平衡资料的处理是因为你的数据进来 它的其实应该是要跟前面的那个 就是在做资料前处理那边一起讲 可是我们想说讲到这边的时候 大家开始接触到的资料量变多了之后 就会开始发现其实有会有缺漏值 然后可能也会有所谓的不平衡数据 那不平衡数据就是我们一直在课堂里面 都有提到的 就是其实资料可能是左篇或右篇 不一定是常态分布的状况之下 你一定要对它做处理 不然就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 像是其实大部分的金融数据它都是没有违约的 都是正常的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的资料模型它可能就会有骗物 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smart的方式去做资料的不平衡数据处理 这在第七周也有说明 那这边的话 其实我们也有介绍大家看了一个影片 你可以再去详细的阅读一下实际的应用 那再来就到第八周了 第八周这边的话就是在讲观点分析 也是大家比较了解的啤酒尿布的这个例子 那我们这边介绍的是FP演算法 就做观点分析 那第九周讲的就是文字探勘 所以第八周之后就是从第九周开始 后面的几个分析方法都是比较进阶的 包含第九周讲的是文字探勘 然后第十周 对不起不是第十周 第十二周跟第十三周分别讲的是时间序列 就是我们用股价跟金价 红黄金价格的预测 再讲时间序列的预测 还有第十三周讲的是推荐系统 这边我们都是用Rapping Minor就把它做出来了 所以这让大家可以作为参考 那其实主要是配合夜市的时间 所以这个课刚刚看起来有点混乱 就第十周我们是请了一位李老师 来跟大家讲解这个财经大数据 因为他是讲Tableau 所以就是讲这个视觉化呈现的部分 在Tableau是他的一个强项 所以就是我们请他来带同学做了一些操作 第十一周的话是讲到模型的调教跟参数的调整 好 第十四周跟第十六周分别我们请了两位夜市 来跟大家分享 第十四周我们请了老师来介绍了一些AI的趋势 我觉得老师讲的非常棒 就是有讲到一些AI的一些应用跟趋势 第十六周是请到医疗领域的专家来讲到 这个防疫期间的一些数据的分析跟追踪这样子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安排 那在第十五跟第十七的话 我们分别就是有请到老师们来讲了 对不起 第十五跟第十七 那我们有稍微就是安排了我们的助教来跟大家介绍了这个算是总整理吗 就是有跟大家我们有出了一张工作单 然后请同学follow这个工作单 然后好好的去回想一下这几周讲的东西 算是帮大家 帮大家 summarize 一下所学啦 以免就是大家觉得学的比较没有系统这样子 所以大概就是整个的安排 那最后第十八周的话就是请大家报了一个个 呃报了一个专案 然后是一个呃 KGO上找的资料集 又或者是他们生活生活的资料集 然后去用我们所教的这些方法进行分析 所以大概整个课程的安排是这样子喔 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呃办公室这里给我们的几个题目啦 我觉得有些题目我自己也都没想过 也是录制这一段影片才想到的 所以我在这边就是稍微回答一下这些问题 包含了课程目标 那课程目标的话其实我总观下来 最后最后我希望能够做到这几点 就是数据分析面面俱到 那什么叫数据分析面面俱到呢 就是呃我希望同学不是只有知道 或者是只有学到 呃这些演算法或操作 因为我觉得这是没有用的 你可能课程结束你就忘记了 那呃你没有实际去用 你其实都不会记得 那这边我们就希望能够做到后面这两个做到 至少我们有给他一些作业 给他一些题目给他一些资料集 他真的要去用这个软体来操作 然后真的会做到 那用到是什么呢 他真的能够像他的期末专案 他就一定要用到 所以我觉得我不是希望数据分析面面俱到 他有做到这四道这样 那最后最后还有一个就是上面 第一个写的数据分析的逆袭 那这边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不是做完之后 就逆袭的感觉好像被攻击喔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指的是说 呃你你分析完之后呢 你真的要能够提出一些策略 那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 希望同学能够做期末专案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必须要告诉我 根据那些决策他得到什么结论 那他给出什么建议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要的一个训练跟练习 这个是我希望这门课程可以达到的 那我自己自听我觉得至少他们都一定已经有完成了 那或许策略是没有到位的 可能是因为同学还没有工作经验嘛 所以毕竟提出来的策略或许比较 比较天真浪漫一点或许不一定可信 可是我觉得都很棒 至少他们愿意开始去想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好的 那第二个问题我觉得真的是 整个所有的问题里面我觉得对我最有挑战的 就是怎么在课程当中进行结合 然后跟对话这样子 所以我就整理了 为了做到这件事情 其实我在课程当中都很努力的在举例 那这些例子可能来自于真实世界 所以我就会街上旁边看了很多的书籍 那这边我也就推荐大家两本书 一本是很久了1994年的 叫什么都能算什么都不奇怪 一本是比较近年的 叫做数据谎言与真相 这是如果没有记错好像是前年的 Google上的那个 成品上面的推荐书 一直到今年他都还在 那他是Google工程师上来 退役的工程师写的 他就是去分享说大家都在Google上Google什么 那他到底有什么有趣的例子 我觉得这些例子都很棒 然后让同学可能可以是真的去想想说 他原来也可以这样用 然后其实离我们并没有这么的远这样子 所以像是比如说以数据谎言真相这本书里头 他就提到说失业率跟什么有关系 然后在失业率高的时候大家都在Google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很有趣 大家都可以随时的跟他的生活中的各项的例子去做接接 那我觉得这某种程度算是有对话 其实在讲这些例子的时候我都会跟同学讲说 你自己想一下 你如果是你你会怎么用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一些很棒的反思 可以去做思考这样子 那再来啊 这个是我真的觉得对我而言最大最大的挑战 就是怎么编排课程 然后才能够达到我的一个课程的目标 这真的对我的挑战超级无敌大的 所以真的很超级感谢办公室让我们改了课纲 那如果没有要录制我可能随时课纲我都可以修改 这个真的坦白说是这样子 那当然是有系统修改 可是为了要录制的关系 我们的课程的编排就真的要非常的有系统性 然后也要配合夜时的时间 所以这对我而言真的是挑战非常的高 那后来好在就是我们的这个都有如期的完成 然后也考虑到他的逻辑性 所以算是有惊无险的完成了啦 那这个可能就是给老师们参考 在之前的课纲里面 其实我们也都把它公开出来了 所以如果未来老师们如果有兴趣 真的想要执行这样子的课程的话 或许也可以参考我们的编排的依据跟逻辑 然后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编排这样 好然后再来下一个问题我就比较有信心可以回答了 叫做是如何教导学生学会数位工具这件事情喔 首先我先跟大家分享一段影片 不是影片一张照片 那这张照片是什么呢 这张照片是我一开始在上这个课就给同学看的 我就跟他讲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在做大数据的时候 数据到底从哪里来呢 资料从哪里来 那我们就用这张图给同学看 就告诉他说 其实你可以发现资料来的地方超级无敌多耶 你有从过去的ERP后就是我们的7的交易记录 有从CRM从web大家按赞啊分享啊追踪啊留言啊 这些都是属于比较互动的资料 以至于到最后可能大家带的这个健康手环喔 等等之类这些observation的资料 都会一直不停的产出 所以这些东西你已经没有办法说跟我没有关系了 那你的资料就是这么的多 那你的资料是数位 从数位各种数位的媒体等等去收集而来的 所以我们要分析的资料这么多 那要怎么分析资料呢 我们就会给同学看一些这些图喔 告诉他说 你看喔就是我们从2016年 这个图长这样子 这些工具长这样子 那未来呢 2018年长怎样 2019年 2019年他的图 已经长到超级无敌不杂了 变成这个样子喔 好像在做视力检查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让他看说 如果我们只放大工具这一块 为什么我们叫Ripping Mine呢 为什么我们叫Weica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 其实工具真的太多了 大家可以看工具这么多 要怎么教 真的很难教 所以我们就是告诉他 我们就是选了大厂 然后选了一直以来 他 他都有在这个 他都有在这个 ecosystem 上头 也没有被淘汰的 然后我们选的原因还有几个 就是他是open source 所以我们就告诉同学原因 然后尽可能选择相对简单的工具 不用写程式 那因为我们的课程也有一些外系 的同学来修 所以想说不要造成这个落差很大 所以让同学都可以轻易的上手 那我们是真的很努力 同学也有 我们的助教群也很认真 然后我们也有成立LINE群组 然后随时在上面回答同学的各式各样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提供 适时的提供协助 是让同学可以 好好的运用这些工具的一个 就是让这个障碍可以降低 这个门槛可以降低 这是我个人的心得这样子 好 那再来就是 如何引导学生应用数位工具 于期末十座当中 这个我也不能算引导 我算强迫他 就是我们就出了一个作业 就是他一定要用这些工具去做 但是我们所有的作业都是用这些工具 因为我们的课程就是教这个工具 所以他们就是一定要用这个东西 那只是我最后最后 我觉得我少做了一件事情 是我如果未来还有机会执行这个计划 我会去做的就是 我会请他们把他们的期末报告录下来 虽然我们有录 我们录是用我们自己的机器去录他们 报告的过程 可是 我觉得应该可以让同学像我现在这样子在录 就是把他的报告过程 他自己做在电脑前 好好的把他要怎么讲 想清楚 然后把它录下来 这个是我觉得我没有做到的 那 我觉得同学都做得很好 所以在这一块我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喔 那最后我们就是分享 一些授课的心得 那我自己觉得这对我是很大的挑战啦 其实前面我大概陆续都有提到 那包含课程的安排 夜市的邀请 然后还有就是跟同学的沟通等等之类 然后还有因为在一边上课一边都被录下来嘛 很难重来对不对 所以就是 我觉得要教什么真的 这个备课的 effort是非常非常大的 要想得很清楚 那不过也因为要做这件事情 我去看了很多国外的课程的录制的影片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就 后半段我就决定随着课堂录的原因 因为我发现 其实我事前录我 除了是好几倍的功之外 其实好像效果并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就去看了国外的一些 课程的录制我就发现 其实他们的老师也是就这样录啊 真的同学被录进去也没有关系 真的有同学发问被录进去也OK的 所以我就真的后来我就随着课堂录 我发现这样我反而很轻松 然后而且我觉得它的连贯性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觉得未来 给未来要申请这个计划的老师的一些参考 就是如果真的要录制 我觉得不妨随着课堂录 其实反而比较自然喔 然后对老师的 effort也不会这么大 那最后是一些作品 就是给其他的在观看这段影片的人参考 好那我这边挑了几组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题目 就是学生他们去网路上找了一个 周末 周间饮酒跟周末饮酒 对于 对于学业的影响这样子 那其实这个应该是本来是 他们有点反应为果啦 就是去分析 所以我觉得是有趣的 那他们最后是有做出一些结论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也还不错 那这只让大家看一下 这是他们做出来的周间饮酒跟那个相关性 跟层级的相关性 那这是他们结论 就是周末喝酒的平常也会喝酒 那女生喝酒的比较少 然后等等 所以我们都有跟他讲说就是他应该要给出一些建议 像这个就是比较明显没有建议 那我们最后就有给他一些结论就是说 其实或许你是不是可以把他 如果周末 周间也有饮酒习惯 然后感觉明显影响成绩的同学的这些 状况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 名单 然后提供给学服中心 这样子他就有做到一个应用 OK 那另外这个是COVID-19嘛 所以就是同学就是去研究说COVID-19对于 这个国家的人吃什么 对于得到COVID-19后痊愈的影响会是什么 这样子 那他们就是依照这个也是下载下来的资料 大家吃的这个食物的比例 然后来做阅读 然后后来就有一些发现 那他们 其实我觉得他们很努力 就是他们用各种方法 像他们用了先行回归啊 然后也有用了其他的东西 那这一组就很有趣 他们也有产出一份菜单 就是如果你要对应COVID-19 你应该要怎么吃这样子 然后我后来看的菜单 我记得我印象好深刻 我给他们的结论是说 我觉得这好像减肥菜单 这个其实蛮有趣的 那以上是我们的一个 课程录制的一个结论分析 那希望大家喜欢什么课 那如果有任何的意见或感愧 也都欢迎告诉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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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